今天2月12日的赛事 有两匹码是特别值得留意的 第一匹是第七场三分田来1200米的二号码火转 为什么这匹码值得留意? 现时这匹码是一匹6.2倍的半冷码 如果你去这场的失业批育计算表 实力码那里看,你按进去 你会看到这场近仗的同胜实力码 不是很多的,只有2匹,闪电和火转 火转的跑法正正是可以放头跑的 而且没断式的加速,时间指数是正的 这匹码,而闪电就是一匹 它在快步速里加速,但时间指数是固的 换言之,这匹火转又好像之前说过 这匹同情的放头实力码 时间指数是正的,会断加速 这类的跑法,在这场的赛事 由于近仗的同情实力码 做正指数的爆分不多 所以这匹火转的金仗 又占有一个跑法上的优势 这匹马上仗在外档,在外跌 快步出入而断,而今次的形势完全不同了 今次如果你看看其他的马 其实这场是缺乏短途的放头马 所以这匹火转,今次是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像它前仗那样铁蓝跑的 而这匹巨前速的加州威胜又退出了 所以形成这场火转的跑法 是更加容易铁蓝在这个位置跑 由于这匹马的跑法放头 再加上同情实力码不多 而且没断识加速,时间指数正的马 也看不到 所以这匹半冷的火转 火转在这场赛事上 就是特别值得你留意了 而今天第二匹值得留意的马 是第八场四班千四米的五号马 天外飞天 这匹马现实是一匹十三倍的冷马 为什么这匹冷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在第八场实力码那里看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缺乏了同情的放头实力码 金发银发是可以放的 不过它是在较长的路程放的 而且是慢的头端 这场赛事的步速不会快 有很大的机会是偏慢的步速 而在千四米偏慢的步速 看排中内档的同情实力码 没断识得加速的码笔 是占有优势的 当然了 由于是千四 就不和千六 放在前面走 没断识得加速的码笔 那个优势就更加大了 这匹天外飞天 它是一匹同情的实力码 上将入飘 没断识得加速的 那为什么这匹上将用后上跑法的码 在这一场里值得留意呢? 如果你去所有码那里 挑选天外飞天 你会看到它是一匹上季起步的 质身码 在上季第二将已经人同情了 采用的也是后上的考法 之后加分加榜 在今季加到58分 仍然入飘的 而且书的短头位 这匹码是58分 仍然是一匹同情 有竞争力的码笔 而今天这匹码也是58分 好了 不同支柱就是 这个58分是带着130多磅的 而今次的58分 就不需要带着重 是配了一个小10磅 是带着1,2,3磅 换言之 这匹码 在那个磅位上 有一个优势了 因为它减了10磅 相对来说 评分是少了 是不是?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看这匹 天外天 飞天 跑千四 你看它跑千四 很容易 在路程 选出红色 就看得一清二楚 这匹码跑同情的 枚像的表现 它在今季 跑了这么多场 全部都是130多磅 重磅 这场的跑法 就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这场 苏绍匪将它 摆在前面走 就是咬着前面走 而且这场 摆在前面走的步速 不慢 是一场偏快的步速 换言之 这匹码 其实它是具备 摆在前面走的能力 是不是? 为什么? 它摆在前面走 会断式加速 时间指数是正的 接着其次再跑两场 也是重磅 全部都采用后上的跑法 当然这些全部都陪大师傅了 而今次陪一个十磅仔 通常很多列马斯陪十磅仔 通常最佳的跑法 是被那些马赫去摆在前面走的 让他们跑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而今次列马斯雅 会不会改变策略 因为配了十磅仔 而把这匹马 摆在前面走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匹的天外飞天 认识就有利了 是不是? 它是排中档的 如果它摆在前面走 其实它不断是懂得加速的 所以它会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它会不会摆在前面走 就是我们估计的 但是它给了十多倍的区率比利博 第一 这个是直博 第二 即使它不放在前面走 这匹马 会绝对仍然懂得加速的 OK 再加上它是少了十磅的 仍然是着数的 所以第八强 四百千四米 这个五号码的冷码 天外飞天 便特别值得你留意了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我就建议你现在快点按进去 这条影片的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你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个表了 记住拥有这个表 你每个赛日的成本 其实比买一本马保 马保的功能 其实就是帮你跑马的 但是职业排位计算表的功能 除了可以帮你跑马之外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帮你即时找出 哪些是真正的实力冷码 以后你投注的时候 就可以围着这些真正的实力冷码 来下注了 OK 现在这么多的职业团队 是运用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原因正正就是 这个除了是跑马工具之外 也是一个非常容易 找出实力冷码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我就会建议你 现在快点按进去下面 记住 记住当你有了这个表之后 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来注 而收过千 数千甚至过万 各位人士 分分钟就是你了